由龙树大师说的 以幸福应运 运身进度 第一个是信 第二个是愿 有心有愿 其心力得 这个其心是念福 一心诸恩你阿弥陀佛 修诸行业 这个修诸行业就是日常生活 待人久 怎么修呢 事情做完了 这个行就是行为 意的行为是思想 口的行为是言语 身的行为是造纵 身口意 三业的行为 做完之后 都放下 都不要去想 专想阿弥陀佛 这个意思是 做事情是我专想做事 我把事情做好 事情放下就专想阿弥陀佛 不想那些事 也就是说 干什么事都不要弄印象 都不要放在心上 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时时刻刻 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这就是 《楞严经》上所说的 一佛念佛 一是想佛 口里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那现前 就是在你这一生 你会见到佛 只要你转向 有我听书 有人这个修法 这个人没什么智慧 也没有念过什么书 生活过得很辛苦 遇到这个缘 有人全能念佛 他就念 念得很舒服 越念越欢喜 念了几年 他见到佛 那见到佛之后 信心就更足了 这个境界 你要是问他 你什么时候往生 他可以告诉你 我随时可以往生 想往生 阿弥陀佛就现身来接应他 他一点掌握 这到底是什么功夫 功夫不胜 是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里面 上辈 把它封为上中下三辈 它是属于上辈 我生 就自在了 感谢观看